脚底按摩疗法创始人 天主教神父吴若石 三年前选在长冰箱农会 农业拓展中心 建立吴若石生活馆 协助新住民及周边部落居民 学习专业脚底按摩技能 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 最近借无意警照刀撤换 让他们相当不满 如果你有想跟他们进来 要先跟我们讲 我们都没有心里准备什么 我们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这样子感觉是回来这边 看看后面什么去处理 无神父得知消息也相当愤慨 已经请工作人员 回到长冰天主堂学习中心服务 同时喷起长冰箱农会剥削劳工 更聘请非无神父学会认证的 脚底按摩师傅 农会反驳这些说法 农会也要邀请那些没有制造的人 没有跟我们的师傅一样学得那么好 要给他们机会工作 这个就会引起冲突 因为我们的服务很重要 对脚底按摩的人员的调派 本会完全尊重 有他们学会里面的人员负责调派 我们农会不参与介入其中的运作 提高收取费用的部分 那只是一个反映成本的必要性 就如同一般的商业行为一样 收取一个合理的费用 而非剥削 两招说法不同 但无若是神父要求产品箱融会 不准再继续沿用无神父 脚底按摩这块招牌 要完全进行切割 我们要求不要用我们的名字 比方说脚底按摩养生馆 或是用这个名字就不会跟我们不会有冲突 因为我们这里的目标就是真的服务得很彻底 尤其是面对健康有问题的人 就是有这个差别 无若是神父46年前来到台东 许多人被疾病所困扰 预料之言又少 因此他才会研究脚底按摩 为东部居民健康努力 甚至培养许多人 学习脚底按摩一技之长 如今遇到跟茶冰箱农会劳工 及无神父政治招牌争议 再次标榜正宗招牌的无神父脚底按摩 是认真为需要的人进行服务 接着法务的台东长冰采访报道